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主要给大家讲讲 肠道菌群和生命的一个关联 因为我这段时间的状态 可能大家觉得都比较好 甚至有人在说 我是不是吃着糖松肉 是不是有什么环老烦童的现象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 也有很多朋友 关注了我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他们自己 有一些人也采取了一些 比较急功近利的方式 今天上午我就跟我的朋友 有一段聊天 我们先看看这段内容 你看在这段内容当中 我的这个朋友在跟我说 他已经开始要做了 要做什么呢 要做粪菌移植 那么我也跟他有一个对话 他自己也发了一个视频 说是也是在研究 肠道的食人体的第二大脑 等等等等 也强大了很多这样一个关联 那么为什么会有粪菌移植 这样的一个技术 粪菌移植移植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他也给我发了一个扫描件 这里面有一个介绍 我们也打开 让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 粪菌移植 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关于肠道的养护 无非就是两个方法 一个是自己慢慢的养 一个是移植别人的 大家听起来粪菌移植 觉得这是一个很高级的技术 其实并不高级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还没发过来是吧 对 粪菌移植这个事情 它就是什么呢 要把年轻人 就是一些健康供体的粪便 拿到手 然后做分离 分离过后 然后做培养 把这里边的菌养出来 养出来之后呢 装到胶囊里边 再给受体移植下去 吃下去 其实说粪菌移植 也是一个补充 一生菌的过程 没有任何的区别 所以大家不用想着 粪菌移植啊 有什么高科技啊 是不是通过什么 体外的什么方式 大家能理解了吧 就是找到一些年轻的 健康的供体 把它们的粪便 做分离 分离之后 在艳养魂之下 分离好了之后 再把它们 装到了一个胶囊壳当中 胶囊壳的目的是什么呢 不要被我们的胃酸所破坏 然后让这个受体吃下去 达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么你们知不知道 做一次粪菊移植 我们的费用要多少钱呢 16万 但是当我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看到这段对话 我跟他谈到了这样一个内容 肠道怕油 而且人工饲养的肉 抗生素太多 菌群怕抗生素 这些抗菌原 这些养菌原则都要讲过 所以说我们更建议大家 日常生活当中 你即使移植了别人的菌 比如说我身上的菌很好 你们都很想要 但是你移植了之后 你必须得采取 跟我一样的生活方式 你必须得吃 跟我一样的东西 不然的话 我肠道里边的这些良好菌猪 在你们身上是没有办法生长的 这是我们要理解的第一个原则 还有一个原则是什么呢 你移植来的这样的一个菌群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内容 你移植来的这样的一个菌群结构 我们看到里面怎么写的 那么 肠道菌群技术 它所描述的是什么 要寻找一些健康的受体 然后还做一个配型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里面 它怎么写的 经过严格的筛选体系 筛选出健康的受体 一般来讲就是一些大学生 那个男性或者女性的大学生 那么使用一些设备 做自主的菌群分离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技术 那么在这里边 选择最优菌株移植到肠道 这个肠道 其实就是你的 用一种吞浮的方式 你看它所制备条件是什么呢 零下八十度 低温保存 然后在这里边 做成了一个活菌 五粒 就是每板五粒 那么每支五十毫升 那么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下面就是它的一些介绍 我们就不管了 这个里面有一些制备的技术 那么我们看看 菌群对宿主的影响 这一点是我们要了解的 肠道菌群决定了什么呢 你自己的内分泌系统 一型还有二型糖尿病的综合代谢 包括我们的神经系统疾病 包括我们的皮肤 包括我们的心脑血管等等 这里面谈到了菌群 对身体的所有的作用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想问大家一句 如果说我们想要采取 急攻击力的方法 去做菌群移植 菌群移植了 移植过之后 你是不是还要进入到 一个养菌的这个过程 这个是必须要存在的 你移植了我的菌 你不采取我的生活方式 你也养不好 我日常生活当中 我不喝酒 我日常生活当中 我不吃油 我日常生活当中 我吃肉吃的很少 那么你们如果说 不改变生活习惯 只想靠这种简单便捷的方式 拿到了我身上的菌株 你们也解决不了 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理解 养其实是对于菌株来讲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说接触菌株 有很多很多的 这种特殊的条件 比如说像我们的助理 跟我在一个房间当中 我们在直播间当中 时间长了 其实同样能够得到 我身上的一些菌株 所以这个菌的移植 它就是一个高效 和一个速度快和慢 但是难点在于养 所以说养菌所带来的身体的变化 这一点是我们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刚刚我们在短视频当中 金峰老师也说了 你的不同的食物 带来的不同的菌群变化 也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所以我们更建议大家用饮食 用接触自然的方式去养菌 比如说我们前几天在北京 召开了一次 我们的新夏的培训会 那么在会上 所有的伙伴尝到了我家里的食物 尝到了我家里的一些食物的做法 还有一些我们在一个会场当中去交流 这本身也是一个菌株交换的过程 但是这是一个稳定的 换句话讲 是个费用非常低廉的 那么比这样的一个花16万 去移植别人的菌株 更有这样的一个意义 好 我们看看今天的一个案例 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 我们会发现69岁 湖南异洋人 我们说起来 湖南人的话 都会有一个感受 就是湖南人有一些 比较洒脱的生活习惯 比如说湖南人喜欢吃槟榔 这是在湖南非常流行的 还有一个 常年喝酒抽烟 吃辣肉 大概有个四五十年的时间了 那么吃菜很少 今年戒酒后开始出现肚子疼 大家要知道 不是戒酒以后出现的 为什么会有肠梗阻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肿瘤 肿瘤是什么呢 我们跟大家讲过 肿瘤的前置条件 是我们的肠道被磨破了 我们的肠道一次一次的被磨破 一次一次的被磨破 你的肠道在出血 你会发现 我们既然在医院检测的时候 能有变血 有变血的时候 就证明你的肠道 已经有了肿瘤被挤破的情况 什么能够把你的肠道肿瘤挤破呢 那么就是一个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所讲的这样的一个 比较硬的粪便 好你看看他的这样一个情况 肿瘤这个问题 我们就先不说了 白蛋白蛋白滴 营养不良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就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白蛋白滴 营养不良 医主只能喝粥 吃柔软的东西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第一个 因为你的肠胃道当中 是有着一个软软的肿块的 那么你如果吃硬东西 比如说你吃了大量的蔬菜 那么比如说蔬菜里边 就有膳食纤维 蔬菜里边就有一些硬结 一些菜梗等等的 这些是你消化不掉的 如果说你的粪便特别特别多的时候 它就会在这个肿瘤边上做挤压 挤压的这个过程 就会让我们的肿瘤破裂 那么这个里面 对于我们的肿瘤患者来讲 是有着一定的风险性 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所以说让大家只能吃粥吃软的 在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一点 针对这个患者 对于你的建议很简单 吃高能效食物 就你暂时就先不用考虑什么 清洗肠道这个问题 因为你的肠道 现在可能是要考虑做手术啊 等等的 那么你的肠道已经出现了 比较严重的肿瘤 现在在用膳食纤维 把你的肠壁刮干净 这个不太现实了 我跟大家讲过这样一个例子 有没有人听到过 我家的小猫 从吃了骆驼的肝之后 它的粪便变得非常少 有没有人听到过这个 我讲的这个事情 有听到的话 打个一我看一下 就是我家的小猫 吃了骆驼肝之后 粪便的量再变小了 比它吃猫粮啊 比它吃这样的一些 这个鱼油啊 比它吃一些那个什么 各种的膏啊 添加剂 就是那种食物补充剂 它的粪便再变少了 那么为什么 因为骆驼肝 对于我家小猫来讲 是个高能效食物 就是吃了这个东西 它几乎用了 它所有的营养 那么它的肠道 其实是不太需要排便的 量会变得很低很低 这就像我们所讲的 小孩子吃母乳的时候 它排便吗 也排便 但是它排的便 并没有什么样的 我们所讲的什么 粗啊硬啊 这个状态 小孩子在喝母乳的时候 这个是它的高能效食物 它所排的便 是它肠道菌群的一些剥落物 所以说小孩子 在排便的这个过程当中 跟成年人的原理是不一样的 那么像你现在这个状态 营养不良 但是又有肿瘤 那么对于食物的构成 就要变得非常非常的认真 跟复杂 那么复杂在哪里 就是尽量不要吃垃圾 我们为什么建议你 一定要吃蛋白粉 不要用驼奶粉 不要用驼奶粉 驼奶粉 你把它调整的是一个液态结构 液态结构是没有办法 在我们肠道里面停留的 你一喝它咕咚就下去了 当它下去以后 会在我们的肠道里边 你要知道你的癌细胞就在肠道里边 你直接把奶粉给它送下去吗 你直接让奶粉去喂养你的癌细胞吗 这是你非常非常怕的一个事 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 是建议你把蛋白粉调的粘稠一点点 我们蛋白粉里面的增加了一些水溶性的膳食纤维 把它调的粘稠一点点 甚至把甜菜粉也可以调到这个里面去 那么让它就把蛋白粉甜菜粉调在一起 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 一方面刺激胃酸的分泌 一方面强化蛋白质的这种吸收 除了这样的一个营养之外 小球藻益生菌都是你必须要吃的 那么这些物质 它都对于我们身体都是一个高能效食物 因为益生菌不会产生代谢垃圾 我们的蛋白粉也不会产生代谢垃圾 就是会不影响你的粪便 这样的话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再增加一些小球藻AKG等等 这样就尽量能吃的多用起来 那么这样的话 除了我们的这个纯本原氧先不要用 AKG这样的东西尽量多用起来 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 呈现一个什么结果呢 呈现一个我们所讲的营养物质 在胃里面高效吸收 在食二指上里面高效吸收 那么到达我们肠道的时候 到达你肿瘤那个部位的时候 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粗硬的膳食纤维的残渣 但是因为你作为一个养肠道菌群的话 还非常需要谁 还非常需要水溶性的膳食纤维 所以我们的果蔬粉也要用起来 所以这样的话构建我们自身的一个肠道 那么作息时间 其实对于肿瘤患者来讲 我们有这样的一篇文章 我给大家看一下吧 这篇文章我发过来 这也是一个肿瘤患者的一个过程 我来找一下那个文章 我突然间想起来 我看到一篇文章 对于这样的一些肿瘤患者 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这是我今早上他刚刚发布的一篇文章 他所谈到了一个癌症患者 44岁的癌症患者的一个康复的过程 其中他确定了几个原则 因为这个文章被删掉了 我没办法给你打开看了 他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强调了自己的一个生活习惯 有这样一句话 三分之一的肿瘤患者是被吓死的 三分之一的肿瘤患者是被肿瘤搞死的 三分之一的肿瘤患者是被过度治疗害死的 所以肿瘤患者不要过度治疗 美国的话肿瘤已经成为了一种慢性疾病 肿瘤患者的生存率基本是11年 也就是说比如说现在 你看您现在如果以11年为计算 您现在69岁 那么11年的话应该是80岁 所以到了80岁时候 人类的死亡基本上就可以算作一个正常死亡了 所以不用太担心它 日常生活当中 大家要保证一个良好的睡眠 那么睡眠其实也是因为良好的生活习惯所带来的 周六周日我们在连续今天是周三 周六周日周一周二 我给大家测了连续测了我自己的四天的睡眠 这四天是在我完全不同的生活场景之下 周六我们上了一天的课 来我们看一下 周六我上了一天的课 你会发现在6月16日周六 这就是我的一个睡眠监测的一个结果 你会发现它的睡眠评估是多少 是83分 那么不是特别的高 我当天只睡了五个小时49分钟 因为我是夜里12点多 到凌晨我才到的家 你看它的睡眠时长其实是不够的 五个小时49分钟 睡眠质量 我的优质睡眠在里边也占到了一个四个多小时 那么我的深度睡眠 我在五个多小时的睡眠里面 我的深度睡眠也达到了两个小时左右 那么这个是周六 我们最忙的那一天 晚上白天跟大家一起培训 晚上我们还要给大家做了一餐饭 晚上还要培训 我们回家已经都12点多了 那么早上的八点半 我又到了会场 很多伙伴看到了这样一个结果 好周一 在我们的会议结束之后 大家看一下 我的睡眠评价是多少呢 99% 你看我当天的睡眠时长多少 八个半小时 那么睡眠优质睡眠六个小时 那么心率下降 这个也不说了 那么深度睡眠两个小时18分钟 基本上都差一点点这个圈 深度睡眠的这个圈也变成绿的了 所以就说我们日常的这个睡眠得到了一个非常非常良好的一个评估 这个是我们周一也就是他所监测的是我周日晚的睡眠 那么周二 因为我周一在健身 我周二的时候呢 这个手环用了一下 所以当天晚的话 你看该没有手表数据已经9个小时 我看的时候 我们的手环呢 只给我们自己呢 监控了大概45分钟 你会发现我的睡眠效率是100% 也就是说我在45分钟之内已经实现了睡眠 那么这个是今天的睡眠时间 那么八个小时17分钟 深度睡眠两个小时04分钟 那么睡眠质量 那么高效的睡眠质量也是五多小时 基本上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个标准 这是我经历了四天的不同状态 周六晚周六上了一天的课 周五上了半 周日上了半天的课 周一又是我们正常的那个拍视频啊 等等等等的经历了几种的工作状态 你看依然能够保持良好的睡眠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对于肿瘤患者来讲 调整你们睡眠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改变你们的生活习惯 没有任何的一个药物能改变睡眠 那么除了氨基丁酸 包括我们在培训会上 也给大家准备了一餐非常清爽的 类似于我日常的一个饮食 给大家简单的蒸一蒸啊 煮一煮 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个感觉 就是你们看着这些饭 你们都会做 但是大多数人都在问我们 你们杂粮饭是怎么做的 怎么这么好吃 我这个周五还会给大家拍个视频 给大家看一看 杂粮饭这东西呢 用家庭的方式可以怎么去制作它 让它变得更好吃 所以说作为肿瘤患者 我们不是不能吃杂粮饭 不是不能吃这些食物 是要真的去理解这样的一些食物的 这样的一个特点 让自己呢 远离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像你现在除了这个戒酒之外 烟也要戒掉 因为对于肿瘤患者来讲 你的血液当中有癌细胞 那么你抽烟 烟雾通过我们的肺 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血液 那么对于抽烟患者来讲 对于抽烟的人来讲 肿瘤患者是尽量不要去抽烟的 不要去触碰这样一个东西 日常生活当中 还有一个肿瘤患者的话呢 都要排斥发物 这也是我们中国民间所讲的 这样的一些发物 其实实质上也是我们所说的 引发你食物不耐受的 这样的一个结果 因为你这里边的话 只发了一些检测的报告 没有把你的这种餐桌发过来 所以说让老师呢 看一下你的餐桌 给你做一些基本的调整就可以了 湖南人呢 喜欢吃腌渍的食物 喜欢吃腊肉 喜欢吃这样的一些食物 熏肉这些习惯呢 一定要改掉 现在这个年代呢 我们有新鲜的肉来吃了 像张家界的那种三下锅呀 这种用腊肉来烹饪的食物 而且湖南人的饮食 重咸重辣 口味过重 这些对于肠癌患者来讲 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都要把它改一改 学成我的餐桌 如果说想健康的活着 学我的餐桌 学我的用餐方式